我们的特赦局本来在今天就要释放安华 可是后来事情有些变化 换了去星期三 国家王公就出来澄清 说国家元首非常满意安华特赦案的一切程序 只不过首相办公室那里就要求将会议 展年到明天5月16号早上11点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是 24小时之内安华就要被释放了 而今天也有大批的媒体驻守在交赖康复医院 现在我们跟着记者王柯柔跟吴几军的镜头 到现场去看一看 希望联盟共同领袖安华 预料明天将会获得释放 而交来康复医院这里 这几天就成了政治热点区 西蒙领袖是来来回回探访 不过除了西蒙领袖 那一连好几天驻守在这里的媒体大军 是一刻都不敢松懈 甚至在午休时间也都不愿意离开 特赦局原定在今天开会 然后释放安华 但是后来又临时踩了刹车 延迟到明天 可是老早已经跟公司请好假 准备要迎接安华的支持者们 他们依然守在了医院的门口 甚至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这个 等了三年的时刻 我们会等待他们在这里 复杂日 然后我们会做 reform 以后来的最后 我来到7时 然后我看到一间 他们都放在一旁 所以我拿到6米 鲨领是6米 明天明天 Dato Sri Anwar 发生 他们都愿意哭 愿意哭 你也看到自己 现在我不能控制 心情激动的还有这批 推动百万个签名 旧安华运动的公正党党员 那今天向安华提交 最后一份签名文件的他们 是指呼 Mission Accomplished 任务完成了 并且预告 西蒙已经做好准备 安排活动迎接安华 我们也预备 预备 明天的计划 计划 是由Youth Wing 的团队 我告诉他 Dato Sri We will be addressing the crowd He was smiling and said yes So we all look forward to his speech tomorrow night 是的 今天呢 其实努鲁依莎 她是非常开心的 安华释放 对公正党来说是 首的云开见月明 安华的女儿努鲁依莎 过去好几天 都一直到医院去 其实 但是之前呢 她的表情是比较严肃 也不太愿意 接受访问 就匆匆走了 可是刚刚傍晚 七点离开的时候呢 她是难掩她一脸 开心的笑容 不停地对媒体说 Beso Beso 就是明天了 然后上了车之后 还舍不得离开 对媒体说呢 明天摘解月 她希望能够 一家团聚 一起度过 至于安华出院 出狱之后 什么时候 接棒当首相呢 同样 人在医院的 后任副首相 王阿兹莎 就告诉媒体 安华现在 以健康为重 西方联盟 现在不急着 推举她接棒 目前是改革为先 败向为次 马哈迪政府 现在最重要的是 顺利运作 完成改革 这才是 他们的首要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